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双掌黑》 今天我的特别嘉宾是Suki Suki Chen Hello 大家好 有监于疫情的问题 很多人现在是大洗牌的 关于工作 然后我们发现很多人 是不知道自己的强弱项 又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到底是文强一些 还是武强一些 还是对着电脑强一些 还是对着人强一些 今天我们请到Suki 她来和我们做这个分享 就是什么呢 因为Suki本身是很有经验的导师 特别是对千少年和亲子 因为详细等她自己讲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性格分析学 DISC 我们相对从来没有做过 我自己很喜欢做这个性格分析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成功的话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了解自己 但是我眼见很多人 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自己 以至走很多冤枉路 如果大家在看这个节目的话 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你可能都会知道 其实DISC 你是属于哪一间的 然后怎么可以多多利用 你自己的性格 去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或者是以后你的个人发展 事业发展是更加好的 开始之前想问一下Suki 你今天会跟我们说什么呢 今天呢 既然刚才Esther说了 就希望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DISC这个行为风格 是一样什么 大家最好奇 应该是想了解自己 是哪一种主动的 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起码你会找到你主动的行为 对 另外就是 你知道有什么用 有什么好呢 你都知道它的应用层面 比如在工作上的应用层面 和人相处的应用层面 甚至在家庭上 也很有用的 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比如做过一些报告 和一些青少年他们分享过 或者和一些家长分享过 原来这个TUDO 原来这个TUDO 是的 那我们呢 其实为什么你会选DISC 作为你的主打的培训项目呢 因为以我所知 你又玩过这个 我们说过玩字 因为我们其实是熟的 很朋友 就是我们玩过这个 16型人格 9型人格 和NLP 但是为什么你会最终是中外DISC的呢 三个字 就是快、狠和总能 这个真的没有东西 因为9型人格 你真的可能要找很久 甚至乎我以前那条路 我自己的9型人格导师 我是由三仔 变成八仔 八仔又变成四仔 不知道以后还会变 我不知道 应该不会的了 那是比较 因为它在9型人格 你找你的型号 已经是个人成长 但是呢 又真是无可否认 DISC是快、狠、准的 是 怎样分法呢 首先呢 就是 稍后Suki 会介绍自己的经历 就是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导师呢 那这个我们留在 Part 2先讲 我们就一开始 先跟你讲了DISC分的一种 和怎样分 怎样分 怎样知道自己是哪一种呢 好 那这个工具呢 其实就是分四个特质 那其实呢 有些人以为自己 就只有一个特质 其实不是的 我们呢 每个人四样都有 不过呢 因为我们这个工具 是比较focus 在我们的行为 就是你看到的东西 譬如 现在我是坐姿 我是怎样说话 说得快和说得慢 甚至乎呢 其实他们穿衣服的品味 你都大概可以 看一看都可以猜到的 所以我喜欢就是 其实你看一看 你和他聊几句说话 可能你大概都会猜到 他的主导风格是怎样的 我们呢 未曾呢 即我们未曾开始这个录影 那Suki呢 就和我呢 就写了个agenda 我们很少有agenda 是的 我看有这个agenda 都很juicy 例如是什么呢 有一部分 我们会说一下 每一种DISC主导的行为风格特质 特质 例如是身体语言 然后跟着呢 就是衣着倾向 常发问的问题 背后渴望 渴望及行为动机 背后的恐惧 预压反应及情绪 我觉得这些非常之有趣 然后跟着呢 有另一部分呢 我们可能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希望说得到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自我发现 和这个工作上的应用 例如是什么呢 销售 这个领导团队 职业指导 伴侶关系 亲子关系 和这个团都合作的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个DISC 都真是几万能 几好用的 都是的 其实是有人的地方 就用到的了 看我还是这样 那我现在就 把时间交给Suki 好 那说DISC 其实DISC 基本上是四个英文字 其实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就是在1928年 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 他叫做Dr. William Marston 其实他作了一本书呢 就叫做《正常人的情绪》 The Emotion of Normal People 那跟其他心理学家不同呢 因为其他心理学家 譬如好像佛罗伊德 或者容格那些呢 他们呢 都倾向研究一些 心理有问题的 或者异常行为的人 那但是Dr. Marston呢 他研究呢 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情绪 那他形容 人呢 我们会有四种行为的特质 就是D 就是Dominance 接着 I就是Inference S就是Steadiness 以及C Compliance 中文是主导型 主导型 主导型 影响型 穩健型 以及这四种 我们其实呢 四样都有 不过呢 我们会有一些 我们叫做 特质 会特别明显的看到 有些特质 就没有那么明显 而在这四样东西里面呢 这四种人都有他 的渴望 本身里面 一个Drive 那就是说 第一样主导 主导的人 主导呢 他是会比较主动 他会行动很快 另外呢 他是以事为本的 那这种人有什么特质呢 他是很结果主导的 就是说呢 如果他定了目标 我们用动物来说呢 动物界呢 有四种雀仔 可以形容BISC 就是一只麻鹰 首先呢 他是飞得很高 看得很远 其实呢 如果在一个机构里面 很多时候 B就是我们一些Leader 他会呢 带你去一个方向 还有呢 他给人感觉呢 是会怎样呢 很有信心 很自信 很喜欢挑战的 而且他不断地改变 改善自己 其实他达了一个目标 他就不会满足的 他就会挑战你的目标 所以呢 D-7的人呢 有时候会被人有丁堆的压力 因为他有一种气势 是的 那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他最害怕呢 就是没有了一个控制欲 没有了控制权 没有了力量 就是他最害怕了 所以呢 这类人呢 我就发觉 譬如我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都会比较上 喜欢自己做老板 不喜欢帮人打工 因为在打工里面 可能有很多滞爪和规矩 这样子 很明显 大家都会感觉到我是D 是的 Esta就是很明显的D 不喜欢打工 Business woman 而且以前很早 你很快就会上到很高位了 因为有个霸气 可以站在那里 和做事就可以了 以前的同事呢 就说过我一样东西 因为我呢 那班同事呢 因为我管售博士 team 就很多是挨的 那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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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会说 Esta 我这个月 我这个月 撕不到图卡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妈病了 因为和老公吵架 因为儿子病了 因为做手术 我们是不会听的 我们就会说 你到底有没有成绩 你没有成绩 为什么没有 你怎么可以有 然后 譬如说有个人 他是很好成绩 但是他用很少力 就做到好成绩 然后他经常挂着玩 我们是不管你的 我们只是看成绩而已 但是很有趣的 但是I就会说 喂大哥 你都不听别人说话的 你听别人说话嘛 但是我们做一点的就是 你有没有成绩 有没有就没有 你怎么好听 我不会听你的借口 为什么 或者你有多惨 我不会听 我只是说 麻烦你做到 所以 我们很适合做老板 追货 就是KPI 他们定了之后 是一定要达到的 但是过程里面 如何达到 是不会理的 总之达到 你要讲一下什么叫KPI 你讲了个什么 KPI就是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在商业或企业 我们都会有个指标 那我们就会去达标的 那个标准 就叫KPI 那个unit 是的 我一听到这些人 开始在那里讲藉口 就是 哎呀没有啊 因为这个月呢 就什么了 老婆又什么 我就已经 直台完全想听 这样 这些就是D了 这样 好 接着下来 好 第二种类型就是I I I stand for 什么呢 就是Inference 中文就是影响型 那么画名影响呢 其实它最是用把口去影响人的 所以I的人呢 他和D有些东西很相似的 就是他都是主动 他都是快 但是呢 他是以人为本 多过以事为本 就是人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所以呢 他会透过他的很厉害的口才 亦都很幽默 很有影响力 去感染他身边的人 所以I他喜欢什么呢 他喜欢一帮人 如果在一个场景里面 或者在工作里面 他们是一个气氛的营造者 亦都是一个很容易推动其他人的 因为其中一样东西他们会喜欢 去帮人 激励人 所以很多时候 I如果是一间公司里面 有去的地方 就会很开心的 有欢笑 是的 有欢笑 所以以前我对Sales team有很多I 很多 但I也有事情害怕的 害怕什么呢 害怕什么 就是害怕 就是害怕 如果你令他丢脸 那就不行了 而且他很着重 其实他也很着重人对他的肯定 他的渴望就是 别人给他的肯定 别人给他的 recognition 他的认同 所以他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可以令他有机会 或者多点赞他 他就会特别开心的 但他的赞法 就和待会第三类型 有点不同 他会希望在舞台上被赞上 哈哈哈哈 很多人拍掌 他就很开心了 有趣 因为我又high eye 所以我又觉得对 这个东西 OK 好了 接着呢 接着呢 就是S S呢 S呢 就是steadiness 稳健型 稳健型的朋友呢 他就相对地被动一点 而且他们会慢一点 和I一样 他们都是以人为本的 而这类人呢 其实如果在公司里面 他们是一群很忠心 很专注 而且是一个 很希望可以支持到团女 那他们会喜欢在工作环境是怎么样呢 刚才说呢 他们渴望什么呢 渴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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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很和谐的关系 那所以呢 反过来 怕什么呢 就是怕改变 如果你要去改变 不是不行 前提是呢 如果对团队是有利 那他们可能会考虑 而且你的速度呢 不能太快 要变得 因为呢 他会很紧张 很害怕 你可能要从最佔进 这样帮他一步一步的改变 嗯 有趣啊 那接着呢 最后呢 最后呢就是C S和C 我是分不了 C就是compliance 謹慎型 謹慎型 compliance的朋友呢 他和这个S都是比较被动的 亦都是比较慢的 但他们就是以时为本的 渴望什么呢 他们就是渴望这个 精确 質素 就是在他们 如果他们帮你做一件事呢 他们会很希望做到很完美的 是的 所以在做事或者和他做事的过程里面 你观察到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要有时间给他们预备 还有呢 你叫他做事呢 你不可以说 你帮我做了他 你帮我做了他 或者给一定的时间去plan 因为他们要做到完美的 就是没错 没错呢 他们要有很多资源 他会问你很多问题的 为什么会做呢 有多少时间做呢 有多少资源呢 有多少钱呢 因为这些事情 都可以令到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可以 达到他心目中的标准 所以呢 C的朋友呢 他最怕就是犯错了 而他做的事情里面 有时如果够时间 他会有很多plan的 因为他会担心 A plan不成功的时候 他会想起plan B plan C 或者plan D 所以在他的合作里面 我们有时会说 有一个时间性 可能要看一看他 我们是有死线的 在死线之前呢 你就要完成了 这样 嗯 OK 这样 然后呢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你又是什么呢 我自己呢 就是high D 和high I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A and C 都差不多地低分 但是DISC 其实他是不是加上 一共是100分 还是他不是的呢 不是这样计算的呢 你是有可能high D high I 有没有四样都high的呢 嗯 很好说这个问题 其实呢 我们大部分的人 我们会有一至两样 是比较明显高分 我们叫做 每一个人 四样特质都有的 是的 那刚才Astor问呢 会不会四样都有呢 其实我为什么会喜欢DISC呢 因为有一些性格分析 就是说我们是固定了的 就是说天生是这样 就不会变 但是DISC呢 就不是了 DISC是去发展的 就是说你如果肯用力 或者你去给一些时间自己 我们是可以提升的 所以越成熟的人 你会发觉他们可能 在十年前做的报告 和十年后做的报告 他可以四样都可以很高分 那我呢 就是highI和B的 I和B的 是吗 是的 所以我们都是朋友 就是如果我和Astor呢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快 主动 所以合作上呢 速度是可以配合到的 是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特性 嗯 这样 好了 那还有时间剩 那不如说一下 其实为什么 你会加入这一行 还有为什么你会 做了training 培训这一行 又要是DISC 但是DISC 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因为之前是 这个 快肯准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的成长路 又是怎样的呢 我的成长路是 其实是 我本身我自己就是 在康内管理出身 我就做营地 其实我记得有一次 在长州上班 每天下班 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我是谁呢 就是Who am I 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人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才知道我要做什么 为什么你会这样问呢 其实长州上班 多爽 多快乐 可能就是太静了 所以我有很多空间 想想一些哲学性的问题 是的 但是那是你第一份工作 是的 第一份做CAM的工作 那时候有没有答案 那时候 没有的 是的 其实每个工具 都有它的特色 其实你读得多 你真的会对自己的认识多了 因为它有些共通点 是的 直到DISC 就是因为 我发觉DISC 就是一样 我人容易接受一点的工具 那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其他的工具 它们都有它们好处 不过是内心一点的 那有些人 如果防卫机制强一点 他就未必很想跟你交代那么多 但是DISC 因为其实 我们有两个前撤的 就是我们怎么去适应环境 而去融让你看到我 那个行为是如何 讲一个例子就是 其实我们有两个自己的 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自然的自己 一个就是叫做自然的自己 一个就是叫做adaptive self 一个我适应处境的自己 再简单地说就是 放假 很自在的你 不用被人管的你 还有上班的你 可以有不同 那我就看到 其实原来 最开心的组合是什么呢 就是你上班也做回自己 就最好了 那这个就是 你的natural self和你的adaptive self 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就最好 就是你平时生活上 就是你上班和回家 都是做的东西 都是这样上一款的 就最快乐 那个性質是最舒服 就是他最舒服 因为他做回自己 很多时候都是 但是也都因为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开始去做一些咨询 帮一些年轻人 帮一些譬如成人 他可能在中颈位 就发现原来很多人 我们在做的事情 都不是发展我们的优势 就是我们在做的 原来都是 是我们 是要用很多力去适应 那变了我自己有个心目中 有个事明就是 如果可以帮到 特别的一帮青少年 他们早点找到 他们自己是怎样的 那会不会令到他们 在他们的职涯 或者去发展他们的职业 或者去找他们的梦想 会更加容易呢 或者会更加是半功倍呢 这个非常好 就是exactly 为什么我们会有今天的访问 那我自己呢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 我是读书不职的那些人 但是我就进了理工的设计学院 就是当年的Smyer School of Design 就exactly是我想读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 譬如我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就进了香港读读 我会死 又或者我走了去读双科 因为以前的女生读不到书 通常是读双科的 的话我又很不开心 以前的女生 要是读不到书 要是双科 要是有什么呢 都是那些的 要是双科 报纪 报纪 很明显我不是那种人 是不是 我又不是C又不是S 然后我发觉 咦 我是这么幸运 但是其实很多人 不是这么幸运 我认识很多人 譬如说 他本身是很Creative的 然后跟着 爸爸妈妈 就说要他读会计 因为会计 以前的会计 二十多三十年前 会计是很稳定 很找到食 以及很安全的 但原来Turn out to be 是什么呢 我的朋友呢 是非常地不喜欢 因为他做会计是表达不到自己的 结果怎样呢 就拿了high deep 然后做了很久的会计 然后上了公司的assistant manager 就是要上座正的 然后他才发现 真的很不喜欢 那又怎样呢 然后转行 就转去做保险 然后保险他又发现 由一个极端 就转去另一个极端 然后做了大牌之后 都不是不喜欢 到最后是什么呢 他找到他想做一件事 就是导师 但是已经走了 说到他那时已经三十 差不多近三十岁了 这样 那不是很老的 三十岁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不用这样就更加好 是不是 可以早些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会大讲这件事了 DISC 那现在Part 1呢 我们一眨眼 二十分钟 又飞快地过了 那下一Part呢 我们就会讲一下 Suki呢 会跟我们讲一下 怎样应用 怎样从 就是 好像我们说 他们穿衣服 怎样行为举止 怎样说话 都可以看到多多少少 那个人是属什么型号 那好了 那如果你正在看 就是YouTube的朋友 我们的观众 你想看完 我们Part 2 Part 3的话呢 就快点加入 我们参加一台成为会员 OK 那Suki呢 之后呢 就会 跟我们会自社会合作 那我们会搞一些program 不如现在是一些很开心开心 我们在这儿孕育的 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那我们呢 暂时在这儿说拜拜 好 拜拜 拜拜